顺着上一集的时间线 小岛约出了负责强哥洪庆女等人被杀一案的警察 他表示43年前也发生过一起类似的案子 一名男子禁锢女子强迫他怀孕 后来发现了女子的尸体 不过和这次不一样的是 40年前的案子 泰儿活了下来但却怎么都找不到 在这宗诡异案件发生后的第8年 小岛一家住进了凶宅里 可是没过多久他们的家人就都病死了 包括父母和姐姐 小岛恳求警察带自己进入凶宅一探究竟 警察并没有拒绝 就这样二人故地重游走了进来 警察表示有些屋下来凶宅查案 结果事后总能梦到这栋古怪的房子 看得出来这里真的很不对劲 而且每当有灵异事件发生时 影片的画面就会变成灰色 不久后小岛走到了房间内部 她看到了父母的合照 但母亲的影像却一直看不清楚 此后小岛听到壁橱里有动静 她冲过去拉开壁橱 看到了还是学生时代的小美 此时她刚被人飞里玩 而且没过多久就发出了骇人的叫喊声 小美肯定是遇到了女鬼 警察赶过来拍了拍小岛的肩膀 她这才发现哪有什么小美 壁橱里都是各种杂物 随后画面转到小美这边 最近小美很穷 为了赚钱她竟然开始出卖肉体 大雄对这些事并不知晓 小美刚结束她就回到了家里 还给小美展示了自己身上的疤痕 原来不久前大雄找朋友借了一笔钱 但她所谓的朋友绝非善类 他们摘走了大雄那一个肾 大雄发现了这些 于是就提前逃走了 此后大雄向小美提起了明的事情 她一直以为明已经死了 还告诉小美 最近明的鬼魂一直来找自己 听到这些小美非常平静 她告诉大雄 明并不是你的孩子 是别人给我的 小美还生情并茂地说出了这个秘密 原来明是女鬼交给她的 此后小美走到房间里 给大雄找药 明的灵魂则让大雄马上跑 大雄并没有在意 于是她被小美杀掉了 小岛这边 她现在正在与阿雅和阿瑶接头 二人给阿雅看了小美的照片 小岛这才意识到 在凶宅里看到的女人就是她 他们开始分头寻找小美 但忙了许久都一无所获 到了第二天 警察找到了当年买卖凶宅的地产商人 原来当年囚禁女子的凶手 就是凶宅房东的儿子 而且此案有个疑点 最后女子成功反杀了房东的儿子 但她却并没有活下来 婴儿也失踪了 此后警察问起了商人 买卖凶宅的全过程 原来当年买走凶宅的就是小岛一家 当天她父亲领着姐弟俩来到了中介 从此以后灾难就接踵而至 在警察调查此事的过程中 小岛已经顺藤摸瓜来到了小美家 在这里她发现已经死去多时的大雄 当晚大雄被小美注射了过量药物 小美轻而易举的杀死了她 几乎是同一时间 大雄变成了灵体形态 但她并没有杀小美 反而放任她逃到大街上 小美上街以后 没有丝毫迟疑 她直接跑到凶宅附近 她先是往里面张望了一番 最后拿起棍子砸碎了大门的玻璃 这一幕似乎与1960年的那一刻重合了 1960年小岛还是个小男孩 她看到了小美打碎玻璃的那一幕 进入凶宅后 小美跪在地上哭了起来 她的前半生都被凶宅毁了 在这里被人玷污 最后又生下了女鬼的孩子 明 哭泣时 依依和绿茶妹走了出来 他们带走了小美 现在事情变得越来越朴朔迷离 到了第二天 警察们和小岛发现 昨晚小美来过这里 他们仔仔细细地搜查了许多角落 但却一直没有发现小美 最后 小岛等人在凶宅里 找到了一个密室 这里就是房东儿子 禁锢女子的地方 进入密室后 小岛看到了之前的种种景象 原来童年时期 她就来过这里 当时是和姐姐一起来的 姐姐看到了女鬼 她认为女鬼是母亲 所以就没有丝毫戒备 直接走了过去 很快姐姐就不见了 女鬼则扔下来一个婴儿 让年幼的小岛把婴儿埋了 但婴儿却突然表现得非常恐怖 小岛只能把她扔到地上 这时她看到了时空交错的一幕 年幼的小岛看到小美正在砸玻璃 砸碎玻璃后 她捡起地上的婴儿 离开了 年长的小岛在一旁看完了全过程 她甚至看到了自己的父亲 小岛被这一幕吓怪了 她不知道自己经历了什么 可以看出来 小美自己的经历 和小岛看到的种种画面 是有出入的 究竟小美到底遭遇了什么 我们无法确定 只能认定这一切 都是由凶宅而起 下一集 所有的谜团即将揭晓 不自己不解说 这里是C位书剧 我是小C 我们下期见